还有跟大家道歉 让大家饿着肚子 谢谢主席延长到这个时间 我们请部长 官委员你好 部长 这个电影法 既然部长都已经半版的新闻 说出去了 这个会起送进来好吧 我们让他完成 官委员我也希望他快一点 我们尽量好不好 因为照媒体的说法 你都准备好了都要做了 对 唯一插在我跟说财主单位 我们需要进行协商 我唯一担心的是那一个部分 哪一部分 你是想要开一开一金 比如说电影基金 电影基金的问题 就牵涉到 对 其实我们多半都是草案拿进来的时候 财主单位自然会来练习 都是这样 你就为了这个 你一定要 没有可能行政院根本无法通过 如果财主单位反对的话 我行政院都过不了 你至少答应什么时候要送出文化部 我们尽量好不好 我们尽量 真的是 你知不知道我们五月底就要休会 我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会就职周年 五月二十号吧 对啊 其实今天您看有电影法 然后有这个黄志雄委员提到的公事法 有陈学胜委员提到的博物管法 还有本席也正在吵你 陈学胜委员 本席其实已经吵你好了 陈学胜委员也提到的文字法 对 其实我多么希望说 就职周年的时候 这些法案的大修 你都能够在就职周年以前亮出来给我们看 那至少让你就职周年的时候 也有政绩也好看一点 这样去努力好不好 我们尽量 而且就职周年其实都已经很晚了 因为我们月底就要休会了 就像我讲的 现在电影法已经这么完整了 也刚好就都是部长宣誓要做的方向了 完全没有障碍 结果呢 唯一的障碍就是文化部没有版本 那说不定我们的招委也不等了 好 如果你晚了 我们也可以不等 所以这一点我想 我们一定努力 对 因为只要你晚送来 教育文化委员会还是可以照牌 对 续审 是 我们一定努力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等你 这一点请部长您好 要注意 好 谨记在心 第二个呢 其实本席觉得 我想要了解部长 一种心态 为什么呢 我 检视了一下 今天有好几位委员在这里提出来 许许多多非常珍贵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在答询的处理上 部长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 让这个寻答呢 没有办法导致一个正面的结论 我觉得非常可惜 第一个例子 譬如说 薛林委员提出说 文化工作领域里面的性别差异 也就是性别歧视 我们在办公室 包括记者 包括委员 包括助理 我们都吓一跳 觉得这是个大议题 因为竟然女性从业人员 她的薪资水平 会比男性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 少了百分之二十 何等重大 可是部长 你不太接纳这个事件 你说我们只主管行政法 归要不在我的权责啊 错了 部长 你有很多政策工具 你一定要保护 你一定要保护 你是他们的保姆 你一定要保护文化从业人员 文化工作的从业人员 他们同工投筹 尤其是保障女性 同业人员不被歧视 你真的有太多的工具 我强力一点的工具 我种种辅导奖励措施 我奖励金或者是我的竞赛型的计划 我在做竞赛的时候 我都负条件 要求你做到同工同酬 不能有性别歧视 我强烈一点 就把它变成是负条件的审查标准 最严格就是列入审查标准 次严格就是负条件 你做到了再付钱 那最松的是什么 是宣誓性的附带决议 要求你至少要做到 道德权说 你至少有这三个层次可以选择 你手边的工具太多了 部长 为什么在我们答询 今天出现这个重要议题的时候 部长蛮傲慢的 这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许智杰委员 陈庆会委员 他们去提到 就是说到底电检制度 要不要相对的 当我们国内的电检 我们要开放的时候 对中国来台的电影 电检制度要不要开放 这是一个层次 但是其实两位委员 不是在谈电检制度 他们在谈的是辅导金 要不要给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部长本席同意部长 电检包括说我们要修 您刚刚 其实是在大陆地区出版品 电影片录影节目 广播电视节目 进入台湾地区或台湾地区 发行销售制作 播映展览许可办法 也就是我们 李同好委员所说的 江启臣 局长时代 所制定的这个办法 把可以进口来台的 大陆影片限制类别 然后把进口来台的 大陆影片实施电检 里面不能宣扬共产主义 或从事统战 里面不能够违反 法律强制或禁止 不能够妨害 公共秩序 三良风诗 不能凸显中共标志 但因内容需要 不再此限 OK 其实部长本席同意 这个可以删除 但是怎么删 都不涉及两位委员要求的 辅导金能不能给 就是两岸一起拍片也好 或者是国内的拍片 出现这种问题也好 辅导金能不能给 有涉及统战内容的 辅导金能不能给 有违反公序良俗的 这个跟说我电影 要不要用电检去审查 他能不能这样 这个回归市场机制 这个不能够做思想检查 是两件事 但是部长呢 在打询的时候 硬把辅导金给不给 跟要不要实施思想检查 搅混成 就是实施思想检查 然后鸡同鸭讲 吵闹不休 本席希望部长 本席的主张是 电检可以完全开放 类别也好 或者是 这个内容的电检也好 都可以完全开放 但是如果涉及辅导金的给予 本席认为绝没那个道理 因为那是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的钱 没有必要去辅导 一部 这个 实施统战的电影 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电影 这是两个层次 其实如果部长愿意这样讨论 我们也可以导致一个 比较正面的结论 另外呢 段银行委员他提到的 一能进事件 刚刚黄志雄委员提到了 其实包括到黄志雄委员提到的时候 您都还认为说 个案你不喜欢发言 你希望制度性的谈判 但是如果段银行委员他在谈的时候 你谈到说 好我们来制度性谈判 我觉得可以导入制度性的谈判 但是其实本席是认为 个案的发言有时候 它的效果更高于制度性的谈判 因为制度性的谈判 你需要有筹码 而你不一定有筹码可以给对方 可是 这个社会所瞩目的事件里的发言 却是立即的传播 那个真的是入户入脑入心 那个东西的效果比制度性的谈判 要来的更立即而有效 为什么不能这样讨论问题 所以不知道部长内部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 如果说这一切 这一切好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有好的讨论 都没有办法导致正面的结论 而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部长的傲慢 或是有心态 本席希望部长 你能够回去想一想好不好 好 那本席跟部长说 本席刚刚说到的 说到的 也就是对中国来台电影 到底要不要开放电解 解除电解 到底要不要解除范畴的限制 本席认为这样 还有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同步的准与 跟国内电影一样准与置入行销 其实还包括戏剧 包括录影带 我现在只是简单 就是影视 要不要对中国来台的影视 产品 同时开放这三个 本席这样看 本席愿为都可以开放 因为我们有信心 但是 一定要建立在对等尊重 跟互惠的原则 那您刚刚提到要谈判 本席主张 对中国来台的影视 产业 这些产品 要开放这三者 也就是我们要去修掉 江启臣部长时代 这个局长时代 的这个法规命令 我们要去修掉它呢 本席希望你们先跟中国进行谈判 跟中国要 一能进这种事件不能发生 也就是 台湾 在中国的文化工作者 他们要得到 权益的保障 自由权 跟人身安全 各种权益的保障 第二个希望中国 对于两岸共同合资的电影 或者是台湾到中国去的电影 也同步的取消审批制度 尤其是两岸合拍电影 现在问题最严重 那个审批制度 简直绑手绑脚到了极点 我们的创意全部要被掐死 审批制度去谈判 那审批制度 跟人权保障 这两者加起来 你就有筹码了 我们的筹码就是 我开放类别 你要来做统战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你来做统战 没关系 我开放类别 我解除电减 我让你置入 但是 你给我取消 审批制度 你也给我保障 我的 人员 在那里的 我们文化界人士 在那边的安全 跟自由 我觉得太多可以做了 部长 赶快 带动起来 向前走 其实大家都很期许 那至于说 如果是从内部的领导 跟人事的安排 让部长这一年来 很难施展 那部长就赶快 再多做一个检讨 比如说本席就发现 今天电影法 其实98年的时候 新闻局就送进来了 那我就问 我第一个就找 许次长 我说 许秋黄许次长 你怎么会失职 怎么会 没有 让电影法 赶快从文化部出来 那次长告诉我 不是他督导 那是谁督导 哪一个次长督导 这个影视 管委员 98年送进去 然后99年 还在新闻局 到100年 还在新闻局 到了101年5月 才转过来 但是你的新闻局的业务的代表性人物 就是原来新闻局的副局长 现在当你的次长 所以他最熟 那如果说我的领导是 我在业务的安排上 数业有专攻 我是专则分工 我用专业分工 那这个业务自然就应该是 许秋黄次长他督导的部分 那他就一定知道 这个东西要赶快送进来 因为过去 这个王重仁 师长 对不对 过去都是新闻局过来的嘛 好 那他们就一个体系 但是你在中间把它cut掉了 你现在变成是 是另外的次长 在督导这个业务了 所以你把专业体系打乱掉了 好打乱掉了 这是我们有一个全盘的思考 我去检讨看看 有个全盘的讨论 我不知道你的全盘思考是什么 但是以本席过去也担任过新闻处长 也担任过文化局长 本席在分工上面的思考 本席就是专业主政 本席的经验就是专业主政 最能够发挥组织的效力 这一点也给部长好好的参考 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实在是很可惜 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点看笑话 对部长其实是伤 就是说今天报纸半板这样操作 我们立法院媒体圈跟办公室里面 是把它当笑话来看的 就是台湾话跟我说张在我位 或者是说七世道明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只是让部长了解到说 其实我们文化部的业务 是可以更强而有力的向前走 那才符合荣应台作为文化部长的格局 谢谢